半仙 我秘书如何 你是天煞孤星转世 八字代煞 天克之命 我的嫁人 嫁一个 得克死一个 就要算是头猪 也能被你克死 这么严重 你不会是唬我的吗 我不信 我现在就跟这只鸡拜天地 大姐 这是母鸡啊 母鸡也是鸡 妈呀 这么凉 真的一拜堂就升天啊 能不成以后没法嫁人了 可是 我不嫁人就得孤独终老啊 要不 少个好男人帮我生个娃得了 哇 这个男人气象 一句潇洒 要是跟他生出来的娃 一定又聪明又好看 成 救他了 公子 我被坏人追杀 您救救我吧 确定不是碰瓷的 算了 先就这再说吧 看来是上钩了 这个男人一定已经被我的美色迷住了 希望他命硬点 可比我娃还没还上 他就被我客客屁了 喂 您抱着他不累吗 要不要小的带老啊 不累 可是您 找出事吧 哇 耶 还好什么慢呀 我这装出来的伤衣检查不就漏馅了吗 可娃还没骗到呢 只要是被咔嚓了 我就快大了 喂 这姑娘伤得不轻啊 需要好好静养几个月 哇 老爷子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怎么练的 行 还要吧 王爷这是跟我闹那找个没病的看病 还得让我陪着野戏 这姑娘也忒第二倍了吧 展王爷可是客气专业户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姑娘不像是容易被客的样子 说不定是天赐良缘呢 算了 老夫今儿就冒昧当个月老吧 老天爷保佑啊 假病碰上个假大夫 天碰啊 姑娘 你伤得很重 需要静养 你就在王府安心住下吧 啊 多谢王爷救命之恩 小女无以为报 愿以身相学 发烧了吧你 啊 什么情况 说翻脸就翻脸 不过人还可以 不冲人之威 不为我的美色所动 说明我眼光毒辣 他做我娃的爹绝对不会错 林书 你行的 林书姑娘 你身体好点呢 啊 好多了 只是您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无以为报 总觉得过意不去 所以 小女子想 不 你不想 出去 王爷有令 您不准再进王爷的书房 可恶 这王爷就真的一点也不使人间烟火吗 啊 再这么下去 我哪天才能有啊 我总不能直接和他说 帮我生个孩子吧 他还不立刻把我打包丢出去啊 合欢散 大力神丸 应有尽有啊 家中常备 百年老子后啊 有了 不如我弄些强力的合欢散 速战速决 老板 给我来一斤合欢散 一斤 怎么 不行啊 厉害了 我给王爷送茶来了 王爷不喝 让他进来 我渴了 王爷 这是我亲自给您泡的茶水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 就索性先照顾一下您的饮食起居吧 姑娘有心了 你喝吧 我一会儿喝 现在就喝 我那儿还有一锅呢 你这泡的茶还是熬的粥啊 别废话 喝 你怎么 你给本王下药 你不要命了 那个 王爷 我 我 十字找的 别看我 别看我 不是 别杀我 别杀我 本王到底哪儿亏待你了 我好心救你收留你 你却设计本王 你实在是太可恶了 你就继续装吧你 刚才怎么嫌疑反抗啊 就一次也不知道能不能还上 暂时还不能走 不如跟他挑明了得了 王爷 其实因为我垂涎你的美色 想和您生个孩子 您放心 我不让您负责的 等我还了宝宝 立马走人 扯误 你当本王是种马吗 你想生孩子 不能找个男人嫁了再生吗 啊 嫁人太麻烦还危险 我不想嫁人 只想生马 你要不好人做到底 帮我了去了这个心愿 您也不吃亏的 你做梦 你像生孩子干嘛拉本王下水 赶紧跟本王滚 真是气死本王了 太好了 我经济得逞了 我又玩了 太好了 娘亲 我看到和我一样大的宝宝 都有娘亲和爹爹 我为什么没有啊 你倒不是没有爹 你爹他嫌弃我 那我赶走了 那月儿不要爹了 爹对娘亲不好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你爹 不是他的错 当初 原来这样啊 难怪爹爹会生气了 但是爹爹也算幸运 没被娘亲给客死 娘亲 你都和鸡拜过堂了 却没有和爹爹成亲 那小月儿名上的爹爹 是不是那只鸡啊 嗯 要这么算的话 你爹应该是后山的那棵枯树 因为娘和鸡没拜完堂 鸡就嗝屁了 后来和那棵树拜完堂 那树才哭的 啊 我爹的品种可真丰富啊 娘亲 我还是想看看我亲爹长啥样子 您带我去偷偷看看吧 不过 我们要离他远些 免得您把它克眉了 我爹爹可真帅啊 娘亲真有眼光 坏了 你爹听到了 快走 站住 是你 这孩子哪来的 嗯 是我的 你嫁人了 没有 我还有事 我先回家了 这孩子是不是本王的 才不是 小姑娘 你几岁了 娘亲说 自己会把所有和他拜堂的物种克死 我可不能害爹爹 哼 我几岁 关你什么事 我不是你的娃 我爹在家呢 娘亲 我们回家 来人 跟着他们 查清楚他们的情况 王爷 属下已经查清楚了 连叔姑娘多年未婚 孩子今年五岁 不知道他生父是谁 丁是我的孩子 完了完了 这伙是来抢娃的吗 完了完了 爹爹是来作诗的吗 丁叔 本王再问你一次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不是 绝对不是 少来了 这孩子和本王长得一样好看 简直就是一个墨子刻出来的 你还撒谎 我是他亲娘 我还能不知道他爹是谁吗 当初和你根本没还上 后来我重新找了个比你更帅的男人 才有了他的 好啊 那那个男人在哪 我要问个清楚 我只想要娃 不想要夫君 有了小月 我就把他赶走了 你还真是冷酷无情啊 是啊 我就想要个娃 你不愿意帮我 我就找别人了 所以 你也别抢着喜当店 你回去吧 回去吧 我爹来看过我 我和我爹才是一个墨子刻出来的 你不要乱让孩子 叔叔 以后你别来了 我真的不是你的娃 你要相信我 小月 是你娘让你这么说的 对不对 不是啦 爹没那么糊涂 爹早已经派人查过了 以后啊 可不要叫我叔叔 叫父王 啊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不骗你了 我确实是你的娃 可是娘亲告诉过我 我不能认你 为什么 哦 我明白了 你是舍不得离开娘亲对吗 没关系的 只要你们愿意 父王就把你们都接回王府 不会让你们分开的 不是的 爹爹 我是为了保护你 娘亲和我说 他克服 原来如此 本王还以为他设计我 只是为了飞上之头当凤凰 所以 爹爹 我们也是为你好 以后你别来找娘亲了 月儿 爹告诉你个秘密 叫爹爹和娘亲一样 天生客妻 你知道吗 和爹爹定亲的人 第二天就会重遇不起 解除婚约 立刻就会不治而遇 如今你娘和爹生了你 他就活得好好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你爹和你娘 是以毒攻毒的天生一对啊 原来是这样啊 要是你们在一起 小月儿就父母双全了 那赶紧找娘亲去谈他 不行 我不答应 斩鱼 我又不喜欢你 你也嫌弃我 有啥好在一起的 小月儿是你的孩子 你想来看他随时可以 成亲就拉倒吧 你怎么是个渣女啊 把本王当什么了 不想嫁 干睡我 真是气死本王了 可当初本王救了你 你还从本王这里 得到一个可爱的女儿 你得报恩 长不成亲无所谓 你得还本王一个孩子才行 孩子是我辛苦生的 你又没出啥力 凭啥要我还你一个 再说 当初那伤我是装的 你找的用衣帮我原了谎罢了 我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孩子 你真想让我还债 我给你银子好了 要多少你说 不行 本王就要你陪孩子 不同意 我这就把月儿带走 起码和本王在一起 他就是郡主和你在一起 什么都不是 你真是无赖 好 还就还 反正你不怕死 我也不怕 咱就互相克 看看谁命应 你不是说成不成亲无所谓 只要我陪你个孩子吗 怎么刚回来 你就变化逼我成亲 你可别以为是本王想娶你 本王好歹是个王爷 怎么能让孩子 被一个无名无分的女人生出来呢 必须成亲 早知你这么难成 我就不选你了 好吧 成就成 但咱们得签个契约 如果你被我克没了 可不能怪我啊 小意思 并且行过山雨水 你笑嘴 我听 果然是野草建国 居然没被展哥哥给克死 大妈你是谁啊 怎么说话这么难听 臭丫头 你叫谁大妈 我有这么老吗 叫姐姐 她叫你姐姐 那我不就是你长辈了吗 对了 你找谁啊 找你 我是展哥哥的未婚妻 本来陛下已经给我们次婚了 谁知道刚定亲 我就大病一场 取消婚约舞就好了 事故好几次都是这样 所以只好解除婚约 要不然能便宜你 果然贱人就是奈克 你懂什么 我这是红福齐天 所以无爱 你是福伯命贱 承受不了王妃之外 我可是成相之女 你竟敢这么说我 我娘亲还是王妃呢 谁怕你 我父皇不娶你就对了 你快走 我家不欢迎你 不错 不错 总算是有人帮我对付 尸体这个烦人精 想我去 做梦 幸好本王客气 我把你的老前人气走了 你不生气啊 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本王最讨厌的就是他 还好我客他 不过幸好 我又遇见了你 你的意思 是你喜欢我对吗 你想多了 不喜欢 闪云 你找死 这是我能看的吗 快走快走 娃都这么大了 亲一下还这么害羞 当初找本王生娃的时候 怎么不害羞呢 不过 他害羞的样子 还挺可爱的 灵叔 你本是一个乡野丫头 根本配不上云儿 但你命硬 可以中和 让你当王妃 也是便宜了你 你无财无德 要好好提升自己 不要给云儿丢脸 不然 一样可以羞了你 是 好像谁稀罕 当这个破王妃是 母后 是灵叔当初身体有样 儿臣让他在府中休养 却不想 在酒后毁了他的清白 他并未让儿臣对他负责 而是自己偷偷离开了 并且独自照顾 儿臣的女儿这么多年 吃了很多苦 是儿臣意外发现了他们 竟逼着他们回来的 亲母后 不要为难他 俗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儿子都是白眼狼 娶了媳妇 忘了娘 你维护起我来了 夫妻本是同里娘 不是 优优的是夫妻啊 本王不维护你 还算你的男人吗 我怎么越看他越顺眼了呢 娘亲你有点出息啊 当初死活不肯嫁给父皇 现在每天看到他都像个花痴 信不信你娘 我再多生几个 把你丢进垃圾桶 叫你胡说 好啊好啊 别光说不做 小月儿 你皮痒了对不对 父皇 管管你娘子吧 他又欺负你的娃 我的小行李很受伤 需要有个小弟弟来安抚一下 两个更好 弟弟 哦 听说 月儿说的对啊 你欠本王的娃 什么时候还我呢 咱们成心有一阵子了 你还跟我分房睡 你是成心想赖账是吧 你是真的想要娃 还是有点喜欢我了 我知道我长得美 你是不是动心了 难道不可以动心吗 之前 你不是说不喜欢我的吗 怎么又说动心了 那你喜欢我什么 还真找不出你有什么优点 你耍我 哎 开玩笑的 你啊 也不是太差 反正咱们都命运 注定要在一起 不如我们将就一下 再造个王 原来你一直认为 和我在一起 只是将就而已 我才不将就呢 喝了一半 父皇 你咋这么不会说话呢 什么将就 你让我娘是扶贫的吗 你要说喜欢她 难道是我说的太隐晦了 那就让我娘先说 谁叫她当初先设计的你呢 父皇 我娘最喜欢吃烤鸭 你去弄一只 然后我们去套路她 娘亲 你喜欢烤鸭吗 嗯嗯 喜欢 娘亲 你喜欢小月儿吗 喜欢 你喜欢父皇吗 当然喜欢 你个小丫头 想套路我 父皇 娘亲都说出心里话了 剩下的就交给娘了 记得赶紧给我生个小弟弟 小孩子 瞎胡闹的 别撞了 你刚才说的喜欢 是真的吗 是 是真的 你英俊潇洒 身份尊贵 是个女人都会对你动心的 可是 你会看上我吗 你美丽勇敢 吃苦耐老 本王早就动心了 不要再逃避我了 又是这个假大夫 大佣衣 恭喜王爷 王妃又喜了 是个男孩 是男是女 您都能把出来 当初我假装受伤 你咋把不出来的 老夫只是不想破坏 你们的音乐 如果当初老夫拆穿你 你们哪有金钱 乖孩子 想要什么就和母后说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母后也会给你摘下来的 如果展宁那个臭小子欺负你 你就揍他 往死里揍 没关系的 母后儿子多 不差他一个 和妻关系这么快就变了 是不是因为我怀的是儿子 您才对我这么好啊 您之前不是瞧不起我吗 傻孩子 母后怎么会瞧不起你呢 母后得知 你替云儿生了个女儿 都恨不得把你供起来呢 云儿这个臭小子 傲娇嘴硬 如果母后不假装欺负你 怎么激发他 维护你的雄心激素啊 怎么帮你们培养感情啊 啊 果然 笑还是老的辣 树儿 谢谢你当初选择了我 微夫真的好幸福 我也好幸福 夫君 我爱你 我愿意 是